音樂 取得優異的SAT考試成績 對華人學生來說 是能否讀上理想大學的至關重要的一步 面對眾多的大學輔導課程 要找到一個好的老師 並非易事 今天我們要向大家介紹一位 在灣區享有盛名的輔導大學考試的教授 去年他輔導的學生 有9人獲得SAT考試2400的滿分 而全球每年平均能夠獲得滿分的考生 只有87人 同時 這位教授的輔導 也獲得了全美學生評價網的最高評級 好 今天我們要向大家介紹的這位教授 就是常春藤指導的江宇英教授 江宇英教授現任加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 在美國大學任教育20多年 歷年名列美國亞裔名人錄 美國名人大典和世界名人大典 江宇英教授是美國大學董事會SAT 作文月卷官 研究名校入學幾十年 是大學招生指導協會資深專家 輔導過眾多學生進入美國名校 江宇英教授擁有美國名校四個碩士學位 和一個博士學位 是從美國比較文學泰斗 英文功底深厚 江宇英教授是大學考試SAT的出題人 不僅輔導無數學生進入理想大學 包括他也輔導自己的兒子成功進入哈佛 女兒進了康乃爾 那上過他的SAT補習課後的學生考試成績如何呢 因為這總分是2400分啊 你假如說你考了2300以上到2390 我們都認為是很正常的 就是說呢 就把這個考分限大大提高了 2400的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值得表彰 值得宣揚 對 我們這2400的呢 也有很多學生並沒有回來告訴我們 我們並沒有規定他們說 你到2400一定要告訴我們 或者2350一定要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每次碰到這些學生 隨便問一問 他就說 哦 我是2400 哎呦 我是2400 怎麼告訴我們 那麼這樣2400的學生 去年拒不完整統計 去年夏天 應該有 將近十個人 你知道全國的比例是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都不到 萬分之零點幾 我們的比例應該在 如果是所有來參課的學生 參加課程的學生 我們的比例大概在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左右 也就是說我們一百多人上課 有十個人兩千四 那麼呢 兩千三百多分的呢 那麼在全國的比例呢 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一 我們大概會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就兩千三包括兩千四的 那麼就是兩千四有百分之六七左右 那麼還有百分之二十幾 它會是兩千三百多分 對 這個是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江云教授的教育方法 啟發孩子對學習的熱情 讓孩子參加暑期SAT 獲得一個很好的經驗 Denet Chen是一位在家教育的學生 由於參加了江教授的暑期SAT 更加燃起了對學習的熱情 不僅成功進入了美國文科最好的大學 而且獲得了每年六萬多美元的獎學金 總共我這個category 請了八個finalist去 可是只有我一個中國女生 而且只有我一個中國人 剩下七個都是白人 教授就說 那你先把英文底子弄好 將來念法律的話 會比較上手一點 對 然後所以他就覺得 教授給他一些觀念 好像是他以前不太清楚的 就像一個爸爸一樣 他會給你一些好的建議 那你自己聽了就會去想想 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他是不是在我不懂的地方 給我開了一個 開了一條路 讓我去想想看 那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這邊 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那他真的就 就是很熱心的幫你這樣 他給了我很多的幫助 然後特別是在essay方面 就是我寫完essay的時候 我會給他 然後他就說 看一下說 哪些地方 可以留 可以不要留 然後就是因為他幫我修改很多遍 最後讓我寫出去 讓我得到了這個獎學金 我就很高興 為什麼江教授輔導的學生 能夠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說起來更主要的 應該是他的教育方法 非常的好玩 因為江教授他教課的方法 就是學到很多 可是他教課也不會很重 也不會很無聊 然後他就是會鼓勵學生 因為這樣子每個人 都非常的想要學好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 很會鼓勵小孩子 所以很喜歡他這一點 那前不久有一個學生 他說江教授 你記不記得我 他說我去年夏天 那你這修SAT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考試是1690分 那麼你的 在這個課堂上對我的鼓勵 還有在課堂上提供大量的 這個對我的教會 和後來事後提供的大量的資料 他說使我一直在堅持 要把這個SAT做好 他說我萬萬沒想到 我能夠提高700分 我覺得第一他很誠懇 他講話不會誇大不實 第二因為他可能知道我們家情況 他跟我們家女兒講話 比較有點像爸爸跟你說 所以那時候在選學校的時候 他就會用爸爸的角度告訴你說 這個學校的優點在哪缺點在哪裡 然後你的成績如果說你走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家女兒那時候 他對英文文學很有興趣 可是他說他知道Compared Literature 是從江教授來的 江教授教書與人 他把學生的成功與快樂 當成自己的快樂 他說每當看到學生們求知的眼睛 他都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激勵 我上課是非常激動的 我自己也激動 在很多情況下 我也使學生的群情激昂 就是激動就是學生學了東西 我就高興 特別高興學生學東西 並且呢 特別喜歡學生追問問題 然後跟他一解釋 他說這個問題真是解釋得好 那麼我們有好多學生 有好多學生在我們的班上 好學生 摩拳擦掌 比如說我說要不要再來個考試 好,我們幹什麼 不,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它真的有一個很棒的環境 因為你認識 像我所說 每個人都做得到最好的 所有人都做得到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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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很多學生在 你看每一個 這個SAT的報告日 就是分數的放榜日 當然還有大學的放榜日 那麼呢 分數放榜呢 都是在凌晨兩點 如果那天要放榜 就在那一天 那凌晨兩點 我一般在那一天 我都會等到兩點以後再睡覺 那麼在那兩點呢 或者在兩點二時之間 有的時候在1點五十多 就一定會有大概三個到五個學生 會馬上寫email給我 就是給我報告最好的消息 那他們的email的題目 我一看 有的是說 Oh my god 對 Oh my god my SAT score 這樣的email 我的隨便可以在我的電腦裡面掉出來 那意思 我的天啊 我的SAT這麼高啊 那還有的就是說 SAT成功 他就說 SAT success 他題目就叫 SAT success A higher score I think I definitely have a lot more like knowledge and I'm working a lot faster now I think in regards to lik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nd I definitely know how to write the essay so that it maximizes like score potential and I think there's just a lot of techniques that they don't give you in like the prep books that you learn here 因為我是在亞洲長大的 那傳統的老師就是尊尊教會 你這裡不行 哪裡有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這樣子 那江教授給我女兒的感覺就是這樣 針對你的不會 他會一遍一遍告訴你 希望你了解這樣子 他並不是說 Oh我講完了 算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這樣 學生那個 熬熬大腐的那種 對 那種眼睛真的大大的 那我是覺得非常集中 那當然 反過來給老師很大的 很大的欣慰和動力 確實是 老師其實主要就是 希望學生能學好 對 像我呢 我都是很直接地跟學生 一輩子其實都跟學生在打交道 首先我自己做學生 那從 從我大學畢業以後就開始 在國內也教過一些英文 然後到了美國來之後 當然做了教授以後幾十年 二十多年 全部是在教學生 看完了江教授的介紹 不知道您的感受是否和我一樣 能成為江宇映教授的學生 可以說是很幸運 江宇映教授2015的暑期SAT班 目前正開班 另外他介紹今年的暑期班 將額外重要 因為明年三月份會有新的SAT出籠 那麼三月份的新的SAT 我們對這個SAT 沒有這個清楚的概念 很多就是連這個大學董事會 也還沒有完全決定 最後他們的版本是怎麼樣 所以你就不如把現在已經知道的 有無窮無盡考古題的 這樣的SAT先做完 那我們照樣做這個閱讀和寫作 就讓六年級到八年級 甚至九年級的學生 我們是鼓勵十年級 十一年學生做SAT 那麼六年級到八年級 甚至於九年級學生 為了提高這個英語水平 詞彙還是詞彙語法 還有大量的經典著作的閱讀 因為有很多家長提出要求說 我們這個小孩 他們差就差在寫作上 我們就專門開了一個寫作班 但是SAT班和這個高年級 八年級九年級的這個 英語經典著作班還是我自己教 對 江教授的暑期班有專門針對六到九年級 華人學生提高寫作和閱讀能力的課程 還有專為十到十一年級學生的SAT突擊班 同時江教授還有大學申請的個人輔導班 為學生制定申請策略全面輔導 希望這些會對您的孩子考上理想大學有所幫助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